HELLO 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紹,我叫Devick 我本身是一個健身教練和伸展導師 接下來我會帶大家做一系列的伸展運動和一系列的健身運動 第一集我會介紹一些伸展運動的知識給大家 香港人工作繁忙,生活緊張 缺乏運動,包括伸展運動 導致肌肉繁緊,痛症的出現 甚至乎當你做運動的時候就容易受傷 無論坐在辦公室,由早到晚,或者做體力勞動的打工仔 任何年齡,任何人士都適合做伸展運動 伸展運動可以放鬆一些繁緊的肌肉 舒緩到一些日常的痛症 甚至乎可以改善做運動時容易受傷的機會 每天都去做拉筋,就可以做一些不同的部位 例如今天我拉腳的 你可以試一下,明天試一下拉肩膀 因為伸展運動都會像做平時運動跑步 它們都會累,亦都需要休息 其實伸展運動拉筋,不需要每天抽一個小時去拉 其實主要有空,拉幾下都已經是很好的了 甚至乎可以在辦公室倒杯水的時候 就可以拉肩膀,做一些很簡單的伸展已經很有益處 當你想做伸展運動的時候 好像睡醒覺,想伸個懶腰 其實這些已經是一些很基本簡單的伸展運動 不需要等到有痛症的時候 我們先去拉,那時候已經是太遲了 其實任何年紀都可以做伸展運動 動作上其實沒有特別什麼年紀去做什麼動作 只是大家的強度可以做到多少 千萬不要有一個競賽的心 看到人家拉到一字馬,就死都要坐下去 反而還會容易受傷 我們運動前後做的伸展動作 運動前我們只會做一些動態式的伸展 我們運動後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靜態一點的伸展 讓它放鬆一些肌肉 伸展運動其實在家裡任何的地方 都可以做到一些不同的伸展運動 服裝上當然我們可以做一些鬆身一點的衣服 會比較方便 穿牛仔褲可能會反而想落的時候 那條牛仔褲可能卡住了,做不到這樣 在大廳也可以拉到 甚至乎在家床也可以做到一些伸展運動 今集我會教大家做三個腳步的伸展 因為每人每日都走很久,站很久 最直接就是拉直腳 好,第一個動作我會教大家拉小腿的肥腸肌 肥腸肌在後面這個位置 好,我們準備一張穩陣的椅 我們站在椅前面 好,男隻腳向後 那隻腳的闊度大概有你自己的肩膀闊度 那隻腳踏得後的時候 留意,腳趾是向前的 好,我們要做15秒的伸展 好,吸一口氣 好,呼氣 壓下去 好,現在我們感覺到小腿有點拉扯了 好,留意膝頭要保持伸直 好,保持呼吸 可以吸一口氣的時候可以讓它鬆一鬆 好,呼氣再來多次 好,15秒之後我們可以轉另一邊 好,這次到另一隻腳踏後 好,挺直背部 好,吸一口氣 呼氣 好,現在另一隻腳的小腿肌肉 有點拉扯了 好,吸一口氣再來 留意挺直背部 為什麼我們要拉小腿呢 因為很多時候 每天走路的時候都會牽涉到小腿肌肉 很多人晚上睡覺的時候 小腿肌肉都會抽筋的 所以我們做多些小腿肌肉的伸展 第二個動作 我會教大家拉大腿前面 好,這個我們叫做四頭肌的 好,首先我們一樣 找一張穩固的椅子 我們同一邊手腳 捉住腳換線 好,之後 然後 膝頭指向地 留意不要插出外面 好,指向地 好,吸一口氣 一呼氣的時候 儘量腳踏到屁股 好,我打側做一次 好,捉住腳眼 好,吸氣 呼 好,接著可以做另一邊 同一邊手腳 捉住腳門 好,吸氣 呼 吸 呼 呼 吸 呼 呼 呼 好,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一邊覺得大腿正面的時候 是覺得好像有點鬆了 好了,我們伸展四頭肌 為什麼伸展四頭肌呢? 很多時候四頭肌比較緊的時候 它就會扯住波羅蓋 就是我們叫做崩骨 那四頭肌緊的時候 扯住波羅蓋 導致你走路屈塞的時候 那波羅蓋可能會有些拍拍聲 或者覺得不舒服 那樣的 第三個動作呢 我們會拉近褲袋 這個我們叫做卡腰肌了 好,動作 其實是剛才拉肥腸肌的動作 差不多的 好,都是扶著穩陣的椅子先 好,踏著腳下後面 不過這次 腳是少少隔起的 或者可以再踏後一點點 好,大概 其實現在放在這個姿勢的時候 挺直背部 扶著椅子 你這個位置已經覺得有拉扯的了 好,扶著椅子一樣吸一口氣 好,呼氣壓下去 好,現在感覺這個位置是有伸展的 也要留意 除了腳一隻腳之外 腳趾向前 千萬不要歪向外 好,吸一口氣 呼氣浪 一樣挺直背部 挺胸收腹 好,吸氣 呼 再吸 再呼 呼 好,接著轉另一邊 好,闊度 一樣,肩膀闊度 踏後隻腳 前後腳 腳趾向前 好,後腳夾起少少 扶著椅子 好,吸一口氣 呼氣 吸 呼 吸 吸 呼 呼 好,這個就是踩腰肌的伸展 踩腰肌 留意很多人腰痛的時候 其實踩腰肌都會有一個影響 做多一點踩腰肌的伸展 亦都可以舒緩到你的腰痛 今集我就教大家做了三個腳步的伸展運動 如果大家喜歡的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健康好人生頻道 好,我們下集見 拜拜